男人在父母的帮助下按住女孩 野蛮地撕破女孩的衣服 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新婚之夜 女孩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女人 这个女孩名叫白雪梅 是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由于家庭困难出来找工作挣钱 但命运坎坷 遇到了拐卖人口的人贩子 三言两语将雪梅 掀到了偏远山村做男人的媳妇 男人名叫黄德贵 四十多岁 依旧没有娶上媳妇 只能靠买媳妇来延续香火 全家人拿出七千块钱 买了如今这个刚烈的女人 白雪梅一直想要逃出这个山村 不管怎样努力 终究还是会被抓回来 刚毕业的白雪梅 被经营中草药生意的吴经理夫妇给骗了 一路上便招法地哄骗白雪梅 让她放下警惕心 三人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村 全村人都来围观 吴经理找借口称要去找人了解情况 刘雪梅独自在这照看行李 白雪梅没有多想 可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在陌生的环境 身份证和钱包也不一而非 她连忙跑出来 看见一家三人上前询问 可他们却将白雪梅的去路拦住 婆婆告诉雪梅 自己被他们家用七千块钱买来做媳妇了 白雪梅不敢相信 恳求能够放她走 黄德贵和老父亲非但不听 反而将她嫁进房间落了锁 雪梅终于明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交易 将她骗进这个山村 就是为了赖给黄德贵做媳妇 第二天 黄家就办起了婚宴 外面的成年人开开心心地喝着大酒 而不懂事的小孩子则趴在窗外 注视着被绑着的新媳妇 不管雪梅如何挣扎 小孩眼睛里都会透视着无情的冷漠 可能他们长大以后 也会走上买媳妇这条路 黄德贵一大早起来 先去看白雪梅是否还在 确认之后才敢放心地去买烟 去小卖铺 被朋友调侃 昨晚感觉如何 但黄德贵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只能强装面子心虚地说自己行 面对雪梅的恳求 黄德贵只能无奈地抽根烟离开房间 郁闷的黄德贵来到邻居家看打麻将 他们热心地帮忙出搜主意 黄德贵被朋友嘲笑一番 若有所思地来到父亲屋内 一杯酒下肚 俗话说酒壮耸人胆 随后硬气地来到屋内 想要霸王硬上弓 但雪梅性子刚烈 直接将黄德贵赶了出去 本想算了的黄德贵被父亲喊住 大骂黄德贵算什么男人 而这时母亲好言相劝雪梅无果 一家人便冲进房间 随后父亲便帮儿子摁住了白雪梅 雪梅正脱不了 只能任由黄德贵撕开引造弄 就这样在全家人的帮助下 帮儿子完成了洞房之事 而老母亲却独自一人坐着 可能是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也是如今白雪梅这样的遭遇 但为了儿子他不得不这样做 事后黄德贵找到父亲 两人坐在一起抽着烟喝着酒 佛终于完成了人生大事 男人编织着各种谎话哄骗女人 让女人主动对其头怀送抱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嬉戏一下 两人偷偷摸摸地来到家里 但却被表哥一家当场抓包 被遭见的雪梅不吃不喝 每天以泪洗面 母亲给雪梅送饭 却遭到雪梅的厌恶 黄德贵为了维护老母亲 就对雪梅拳打脚踢 雪梅就在慌忙间跑了出去 正好撞到了村主任 以为会有一线之机 但没想到却被主任三言两语 给糊弄过去 之后黄德贵就用铁链子 将雪梅拴住 他再也跑不出去这个屋子 这天黄德贵给雪梅 买了件红色的新银 还声称只要听话 就不锁雪梅收猪税的人 来到黄德贵家 雪梅仿佛再次看到了希望 努力到窗边敲打着玻璃 向屋外的人求助 没想到他们的冷漠 再次让雪梅陷入困境 看到雪梅的求救 不但不理睬 而且还调侃黄德贵厌服不浅 雪梅被这个山村的人伤透了心 忍受不住就割腕自杀 安静地躺在床上 还好发现得及时将雪梅 送往了乡镇上的医院 黄德贵向表弟黄德成借钱 来医治雪梅 数日之后 家中来了两位和白雪梅 同病相连的女人 同样是被拐卖到山村做媳妇 陈春莉的到来无疑是雪梅黑暗生活的一盏灯 陈春莉的一番劝解开导了雪梅 她决定振作起来 找准时机再逃跑 将长发剪短 任由黄德贵随意玩弄 她不再反抗 穿上了新衣 黄德成的到来 让白雪梅再次看到了希望 白雪梅和婆婆一起来河边洗衣服 准备逃跑的雪梅看准时机 婆婆没找到雪梅 赶紧通知了黄德贵 知道后便去葛条上读雪梅 雪梅来到宫上 好不容易拦到了辆车 由于没钱 司机冷漠地将车开走了 这是雪梅离成功最近的一步 眼看马上成功 后面的黄德成追了过来 众人将她抬起扔到了车上 回到家后 雪梅免不了一顿毒打 雪梅再次被关起来 灰的房间被小孩子点燃了一束光 李青山隔着窗户 给雪梅送来了暖暖的鸡蛋 无情的成年人 此刻还不如小孩子来得温暖 白雪梅此刻也流露出久违的开心 黄德成每次到来都会给雪梅带来几本书 让她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丝乐趣 在一次次的接触下 黄德成是村里唯一一个有点文化的人 只有她能够陪雪梅说书话 雪梅祈求黄德成能够帮她逃走 俩人接触越来越频繁 躲在黑暗的屋内 雪梅跟黄德成畅想着自由 但黄德成对雪梅却生起了非分之想 黄德成将白雪梅带到她学校的宿舍 承诺雪梅一定会带她走 白雪梅信以为真 将自己送给了黄德成 有了第一次 俩人更加不管什么场合 在大玉米时都能够搂抱到一起 村里的灯会也成为了两人约会的保护伞 两人来到雪梅的房间内滚床单 但却被多疑的婆婆一家人当场带住了 黄德成眉脸在村子里待下去 黄德贵一家人欠的钱也不用还了 自己则背上行囊离开了村子 自始至终给雪梅画着大饼 到头来依旧是一场空 女人被小卖铺老板摸了手 借机向她借钱 女人似乎懂得了这里的生存法则 和男人进入了房间 完事以后顺利地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白雪梅第一次看到邮递员 就想通过寄信的方式来寻求帮助 每天站在门口等待邮递员的出现 但这一切都被黄德贵看在眼里 却没有阻拦坚持多年写信的白雪梅却始终收不到回信 这天 雪梅一如既往拜托邮递员寄信到小卖部 之后 黄德贵竟然将信要了回去 这一切都被小孩李青山看在眼里 李青山便将这一切告诉了白姐姐 怪不得收不到回信是因为信从来没被送出去过 李青山决定要帮雪梅寄信 雪梅非常开心 嘱托要小心行事 李青山跑到镇上 成功地将信送了出去 第一次逃跑失败后 雪梅吸取经验 努力向人借钱 来到小卖部找老板借钱 可男人却要从雪梅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才愿意借钱 雪梅知道老板想要什么 为了能够逃跑 追求自由 和男人一起走进了那个漆黑的房间 完事以后 雪梅如愿以偿地拿到钱了 如今有钱的白雪梅再次尝试逃跑 大早上起来便靠着双腿翻过这座高山 在公路上拦到了车 成功地到了镇上 可此时的黄德桂带着众人也来到了镇上 雪梅坐上了马上要发车的大巴 可却被黄德桂拦住了去 白雪梅恳求司机师傅不要给他开车门 可司机为了能够在这个镇上安心地拉客 不愿意为了雪梅得罪这里的人 黄德桂将雪梅拉走 车上的乘客作为旁观者 却不敢对其伸出援手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冷漠让雪梅再次回到如地狱一般的生活 白雪梅这次安分了许多 但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用力蹦跳 想要打掉这个孩子 可终究还是认定了 随着月份越来越大 白雪梅不忍看到李青山这么小 因为穷而辍学 主动当这群孩子们的老师 每天教授他们知识 雪梅生了一个男孩 婆婆每天拉扯着孩子 家里的家务全都落到了白雪梅的身上 送出去的信终于有了回应 这天 警车上两个警察和雪梅的父亲来到了这个山村 雪梅抱着孩子见到父亲后并没有大喊大哭 只平静地问了父亲 你怎么才来啊 这句话包含了雪梅这么多年生活的心酸 所受的磨难早已磨平了雪梅的棱角 公安准备带雪梅回去 但却被婆婆一把抢走了孩子 警车也被村民围得水泄不通 道村主任这里问清情况 没想到竟然和这帮野蛮的村民是一伙的 公安要寻求更多的人帮助才能离开 只好将父亲和雪梅留在这里 黄德贵要将雪梅藏起来 便和父亲扭打在一起 文文弱弱的父亲又岂能打 打得过粗暴的黄德贵呢 雪梅不忍看到父亲被毒打 拿起地上的菜刀向黄德贵砍了过去 喧闹的气氛瞬间安静下来 只能感受到雪梅的解脱 影片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 面对拐卖妇女这件事 究竟是该以暴制暴 还是应该融入一体 留给观众无限深思 感谢观看